母亲不同意 是吗 原因是什么 我妈妈给我误设了一个 老同学家的一个规律 然后她觉得各方面比较适合我 又比较非照顾人 性格又比较温柔 她就叫我跟她去见面 然后我就跟她见过几十面 在没跟她确定关系之前 我偶尔发了几十信息 聊了几回天 跟她确定关系以后 根本就没联系过 如果没有关系 她妈怎么会把她带到家里面去呢 就是我一进门 然后就看到就是她那个相亲对象 跟她妈正在聊天 可开心了 还跟我介绍说 那才是她女朋友 我只是她的朋友 我当时就傻了 我就跑出去了 你也知道那是我妈妈给我找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你知道我这一年 做了多少事情吗 我就想就是让她妈妈高兴 没事的时候 我就提搭的那个东西水果呀 还有偶尔买些护肤品嘛 去看她妈妈 但是她妈妈就是 对我爱理不理 我妈妈非得要 她非得就是觉得 那个你还是适合我 我说我跟我妈说 我说我 没跟那个压根 没跟那女孩在一起 我现在有了喜欢的 她说不 那个不适合你 我不想要跟那样的 我说你又没了解过她 你就现在跟我说不适合我 而且她妈妈很刁难我 就是如果说 我要跟她结婚的话 就必须答应她三个条件 什么条件 就是结婚之后 我得马上生孩子 然后房子车子 还得写她的名字 就是结婚之后 所有的家务活还得归我干 我自己在家 我妈都舍不得让我做事呢 一到她们家 就成她们家保姆了 你说这我怎么能答应 而且我现在我的工作 她必须要我换掉 而且也不能到 她们家饭店去做事 你答应了以后 家伙我干不行了吗 那个这些 我们以后慢慢慢慢地 去做成我妈妈的工作 而且我每次都是为她好 因为她本来就偏胖嘛 我带她去体检 医生说她血脂高 可能她又熬夜 然后又喝酒 搅槟榔这样的 我劝她她不听 我就想让阿姨 就是一起帮我劝劝她 但是阿姨 你知道怎么跟我说的吗 你要嫌弃我儿子 就趁早分手 就你不喜欢她 多的人喜欢她去了 就说这样的话 我当时实在是太委屈了 我就哭着出去的 你这个表情 这又摇头又又 什么意思呢 我现在是夹在两个人之间 我现在是 那个是妈 这个是我喜欢的人 我现在就觉得我 好难 而且我觉得她 对我们两个 她没有做出什么努力 你知道吗 她根本没有 我怎么没有努力过 她老是说她妈喜欢我 你知道吗 就是说这样的话 我就以为 我自己做的不够多 这样的 然后我就想让她 就是了解我嘛 多多了解我 要她带她妈 到我工作室来看看 就我是一个上进的人 是不是 但是她一到我 自己有一个舞蹈工作室 对 我当时真的排练 很多学员嘛 还有很多同事 都在那里看着呢 然后她妈基本上就说 这男的女在这干嘛呀 衣服穿那么少 这哪是在跳舞啊 这像什么样子啊 你这脸这嘴什么意思呀 我想说的是 她老年人嘛 她思想不一样 她觉得你们跳那种 现在我太性感了 她受不了 不是说你不好 只是说你的舞蹈 我是觉得现在做什么事情 我现在看不到希望 我觉得没有未来 这个姑娘想过要嫁给她吗 在没有出现妈妈等等 这系列的矛盾之前 想过的 没想到她妈就是这么反对 妈妈